就是马赛进行今天最后一场比赛了 刚刚希腊和到斯洛伐克选手应该也是看到了 是的 希腊和斯洛伐克的风景都是很不错的 希腊比较有名的是他的爱青海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卡组 那第一个出阵的选手呢 希腊这边是德鲁伊贼 然后斯洛伐克这边是法师和赛满 第二发使用的是战士和术士 这边对应的是骑士和猎人 然后第三个上场的选手是萨满和到法师 后面的话也是没有看到了 我觉得如果首发职业 希腊这边如果是金玉德的话 果然是选手上德鲁伊 因为德鲁伊对身法师和萨满都可以打 斯洛伐克选择了法师 看一下是兵法还是节奏法了 现在兵法的话好像大家在比赛上都不太喜欢用 但是上一场的世界杯也是出现了兵法 是 那个时候可能卡组还不是特别成熟对吧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洗礼 好像节奏法更被更多选手喜欢一些 节奏法的就是抗性要比兵法强一些 兵法太多依赖于兵法末日 尤其在鱼人体系流行的时候的话 因为大家都带了磕朵 导致末日的作用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而且由于就是很多伤害被砍之后的话 以及兵枪的退环境导致的话 更多的伤害需要去掉纹里面找 如果你掉纹找不到足够的伤害的话 很多时候就打不是对面 包括防战的话 很多时候就开始就给你转甲 如果是双助甲式的话 兵法很容易就打不动战士 是的 那么这边是两位选手的一个介绍 我看到就是希腊这名选手的话 也是曾经拿到过去年的39的HCT的一个积分 也是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39的话这个积分就很高很高了 是的 斯库伐克选手这边还来不及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待会的发挥 好 比赛应该是马上要开始了 我们第一局德鲁伊追赠法师 看一下德鲁伊的形态吧 德鲁伊的话 我觉得他如果这么果断地去选择这个职 应该是清玉德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清玉德打节奏法的话 更多的是看节奏法能不能前期有法力富龙 以及密法科学家去过滤排库 以及前期的战场了 如果说前期法师比较卡手的话 是比较难打的 因为清玉德现在有非常多的回血手段 你前期必须要靠水中去蹭一些血量 而且他前期招呼起来 就法师路过你前面 就用伤害去解掉清玉德的场的话 到后期伤害也是不够的 后期的话你特别依赖于酒肺准时的红龙 甚至是八肺准时的麦迪文 不然的话你就会和德鲁伊打的一个有来有回 最后德鲁伊靠着麻麻多的清玉把你压死 我感觉节奏法要靠就是怎么说 想赢这种清玉德的话 应该要不就是靠前期特别顺 要不就是靠德鲁伊断解 要不就是靠德鲁伊卡手 就很简单 一费三个法利福龙 二费雕文 二十九连发就赢了 口哈一下 对啊 这个雕文张牌其实是蛮强的 因为他找的牌是减费 而且雕文又刚好是两费 其实雕文找到雕文的概率并不是很高的 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 双兵法竟然是兵法 那兵法打清玉德比节奏法更难打 因为如果说德鲁伊带了双大地之力的话 兵法伤害是一定不足的 是的 而且德鲁伊的棋手也是非常好 他棋手应该是直接把滋养换了 留两个三费的 他怕对面可能是节奏法 要留一个三压五 三压五 对对手来说是一个三五 刚好可以吃掉你法利龙啊 然后密法科学家 包括男朋友这样的生物 不出一万块 应该就换一个滋养了 当然你要迷之自信 觉得对面是一个兵法的话 你三张都可以全留 因为兵法前期也就是过牌给不了你任何的节奏 你这样补完牌之后的话 可以更多的灵活的应用你手牌 这里法师的话肯定就起手留个掉纹了 苦痛还不错 有一个过牌 最好肯定是密法学家了 是先把奥密过到手 然后再去找伤害牌 大地自灵 当然了 大地自灵肯定是要配合巨大的清育才好用 是的 前期的话基本上用不出去 尤其在火焖喷了之后 不是很好 他现在兵法吧 肯定是前期最想来的是过牌 然后中后期来的是红龙和直商 对 变脸过 两个战放 三行啦 珍惜每个变脸的机会 其实护甲还是蛮有用 大帝之灵厉害在的地方就是他给的是护甲 不是给的血 编个脸吧 切脸打两发绽放 然后可以接上一个青鸡兽 这里的话推荐硬币直接上苦痛了 这里尤其是双苦痛肯定是硬币直接上的 开雕纹很容易导致自己爆牌 你看对手变了两下变了一下脸对吧 那空过两回合那肯定是个青鸡兽 三费的青鸡兽放还可以给蹭蹭拍 愤怒 要不考虑这回愤怒先解掉 下回合的话再打绽放 然后刚好可以出一个青鸡兽 看他考虑给不给兵法过牌了 是的 你这里打愤怒的话如果对吧 给了对面一个新手 他们再拍一个苦痛你还不是很绝望 对 你这里完全可以什么呢 打一发青鸡兽放 等下回合你可以青鸡兽放接愤怒 如果对面再打的话 我们上帝四角是他有第二个苦痛的 对 他如果没有第二个苦痛 如果说有一个二出智慧 我应该也会考虑去比跳这个苦痛 对 这里还是推荐先打 我先一战法 你愤怒是托自己的节奏 是 你看希腊选手也是在和队友讨论 据说希腊语应该是实际上最难的语言总类之一 这个我不是很了解 我对语言 这里是打了愤怒了 那再吃我一发苦痛 冰环 冰环 末日冰环对于德鲁伊其实还是很难受的 尤其是你现在把愤怒交掉之后的话 后面末日冰环你很有可能要被轻易摸场了 你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那还不是交横扫吗 你把这个横扫交完了意味着冰环末日你已经放弃治疗了 是的 以前还有法强横扫跟希腊的梦想 现在是没有了 你如果这里打很少的话 下回再打绽放效果就差很多 其实绽放就适合三位打 是的 这样张牌你肯定是越早打收益越高的 对了 冰法要过牌有一点就是你打不住的 他要想过牌你是没有办法的 我 很少还是战法 现在那还很少 死了花一个新手也是乐开花了 对了 这里继续打二手智慧吧 嗯 或者二一加雕纹也行 因为二一的话是一个战场 他会二一点雕这个甲吗 感觉没有必要 没必要他肯定是二一加雕纹 是 但是先打雕纹好一点吧 哦 他现在点甲 那我觉得没必要 这个甲其实不是现在该处理的问题 是的 就是比如说你五分没事干的话 你这个二一打到脸上 也可以把甲给处理 把甲给处理掉 轻易三方变个脸了 终于打出了第一个成长 下回的话可以轻易三方再接一个轻易之灵 其实这个二一站在场上的话 这可以是蹭得迷迷的甲 上回是不是把雕纹打了更好 大法师来了 那先打迷法学下了 你先把这个冰甲过上来 那这里没有办法 没法打过牌 这里打奥数智慧的话是要爆牌的 是的 那只能选择冰甲或者冰箱 选择冰甲的话是 其实我一直在这个队局中 我觉得冰甲的意义是不大的 我会挂冰箱 挂冰箱的话 你可以神抽麦迪文的补充 可以减少一个三费的作用 是 因为冰甲你现在挂的意义不大 这里应该就是绽放再加一个轻易之灵了 那如果他怕对面蹭你血量的话 你就可以上一个轻易之灵 这里没有必要 对面有红龙的话 喷你的话你 现在不是护甲而是血 血就给对面蹭了 我觉得3加4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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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一个冰甲 就是所有奥秘应该都摸在手里了 这里冰甲交出智慧吧 嗯 嗯 冰甲奥兽之会下架打呼拉 因为对面下架再打轻易的话 你是可以清掉的 是 啊打冰箱加冰甲吗 都一样的下架是一个呼拉的节奏 是 看看有没有轻易护肤 鲁盔 那这里还是打一个轻易记兽 是 然后吃掉对面的二三 继续走脸 二三还是要吃的 这样至少可以保一个三六在场 这里肯定一上轻易记兽 就要防忽拉了 是的 兵法在没有了 大帝之后 这些手牌能配合大法师 其实能刷的火就并不多了 只有靠雕纹去找一些 比较低费的法术 这个场面肯定还是先销呼拉的 呼拉吧 然后两个雕纹可以在下回合中使用 尽量去找一些零费的牌 或者一费的法术配合安东尼 或者说你打得贪一点的话 你可以打冰桓 然后傲出智慧 就是打得非常贪 但是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如果对面继续下轻易之灵的话 下轻易体系的话 轻易是55 那回头来看他四费的时候 是不是把这个雕纹打出去很好一点 我一直都觉得那个火虫 真的没有那么大必要 这样的话可以早一些 能够配合大法师去刷牌 来买呼 这里的话我觉得打两个雕纹吧 因为有可能找火山药水 是的 你这里上南谱点三六太明显了 点三三 一地不大 他其实223可以丢了 对因为23 他手牌三星减一 如果你不用的话 但是南谱的话可以配合红楼喷之后 再去打一波战好伤害 那直接陆窥自养了 这里肯定是陆窥自养的 因为如果对面选择忽拉的话 他是没有废墟点你这个陆窥的 而且你这里很有可能过来什么 过来轻易互服 可以是直接打出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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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HOVE THE RAGE OF THE FIRE LANDS 有没有激活 成长 那直接 这个成长打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配合留给加基森 给你自己考虑 好成长打一下 那这个留在手里 之后可以配合加基森 这边盘还是打得太贪了 其实那回合叫呼拉就挺好的 因为他后面继续打清云的话 你呼拉是处理不掉的 你这里只能自行雕纹去找 给力的了 就打两张雕纹嘛 然后一个火球把陆葵轰掉 对面手里打得很明显了 我有加基森的 法法 法法没有任何意义 是的 第二个冰箱也可以吗 第二个冰箱可以拖一个回合 但是这个的话就是 没有办法 就在被破冰之前 这个冰箱是可以考虑拿的 因为这个冰箱是一费 他可以配合红龙反手 再挂自己一个冰箱 这个冰箱是可以考虑的 他选择拿呼拉 呼拉没有多大的意义啊 点一下就可以 直接加低三了 要不再贪一波自养 那就是找青银护府 我喝到野性之怒 野性之怒 他这里直接野性之怒 加青银之灵了 可以 非常好 你有呼拉无所谓的 你这边呼拉打完 我还场上占一个怪 然后我下火可以加基森 加基森只要过来青银护府 直接打出来 而且这个青银护府打出来的话 完全可以配合大地之灵了 不要不舍得 你手牌不打出去 永远是没有意义的 他这里说 我防护拉 我不打 其实 这个想法不是特别好 野性之怒肯定是打的 三加四非常完美的节奏 选择变点 这为什么 他还是想留着给加基森吧 其实留着给加基森法术已经够了 有分都有大地之灵 他可能觉得分都没有目标 那呼拉 红龙 这里可以选择 呼拉接麦迪文的蒲虫 接火虫全清 然后下火反射一个红龙喷出去了 在兵法的视角是这样打的 这个麦迪文的普通打了 因为下火红龙 如果吹出去的话 对面没站场 这个事还可以蹭两下 加基森启动了 这里加基森去打愤怒 最好的就是过来清晰呼呼 直接打出去 然后大地之灵 把这个甲补上 直接打 愤怒要打掉 接个大地之灵吧 激活 这个不减二三吗 这边的话可以考虑呼拉 然后麦迪文的扑虫 下火再喷红龙 那如果上面再继续扑怎么办 那再继续扑的话 你还有冰环吗 因为对于法师来说 他肯定特别期待末日的 而且对面现在头上是假的 你可以蹭的 这个也是非常有价值 所以说刚才那一回合 是不是分度解掉好一点 这个下选手的想法 我一直跟不上他的节奏 扫脸激活出 风险龙 他如果把这个横扫交了的话 意味着他这辈子都解不掉 末日冰环了 不要管末日了 想想吧 想清楚再来这回合打 那就风险龙变脸其实也是可以的 我就让你用伤害来过这个墙嘛 是吧 我不着急去招这张很少 红龙直接喷 这也是红龙直接喷最好的回合了 是的 一个四宫的生物战场 你想想嘛 你要打死这个德鲁伊的话 理论上这个德鲁伊还能够再回 两个八甲16 大敌之灵大概能够回个八甲左右 也就是 24 24 然后他现在还有23 差不多还要再打50点血 哎呀 黑掌界很少 法师也是现在非常需要依赖回合数 他好消息是什么呢 我这一局 我的冰环全部用来打回合数 我空住之后打火球 空住之后打火球 寒冰剑 他这个雕门 一定要找的 费用很低 给安东尼多刷几个 是的 要不几乎也肯定交出去变个脸 多一甲试一甲 那他再想想吧 安东尼兵环 那其实 这一把的话 你在二分没有开雕纹的时候 其实伏笔特别的严重 是 你如果这个雕纹能开出一个零飞的法术的话 很难受的 哇 那这个地方 要交这个野心争斗去解大法师了 只能这么打啊 因为你双横扫交过了 而且你交了一个愤怒 是的 扫回八甲就扫回八甲吧 平大套 我都是碰到最好的 我都能有打干的 新衣服 太多了 我都能注意 我都能注意 我都能导致 再進去了 繼續埋 請這個阿東尼賺了 這個阿東尼的話 本來對面回八角的 現在又賣了五血 是的 繼續埋進去啊 這沒必要的 下回合再打大地之力就行了 好 末日冰環 奧州只會去過一個冰環 看一下排骨厚度吧 對自己的信心 你這裡的話 先打雕紋 如果有暴風雪的話 你可以暴風雪末日 如果說有冰環的話 直接選冰環 其實有冰錐的話 都可以考慮拿冰錐 當然現在法師最大問題 傷害不夠了 安東尼沒有刷到足夠多的火球 德魯伊這邊傷很少 然後雙分路都已經交過了 就末日冰環肯定是解不掉的 是的 嗯 野心之路肯定是用來疊甲的 他這裡 我覺得不太會去選擇刷火球 像寒平劍這種 原因很簡單的 就對面肯定是還有 至少還有一個回甲的 你下回是不能穩定叫殺的 看看有沒有第二個冰環 暴風雪 晚了一回合 標文 他繼續拖 我先不清 這我一直沒搞懂 為什麼上回我不把親父母買進去 對 他是有費的呀 這樣的話會疲勞一呀 強行疲勞了一雪 你繼續買呀 就不停地買就對了 等於說一雪 自己一雪伏筆了 是的 他是不想他要是防一個末日 就是冰環這樣的話 他買進去就好了 他不出嘛 對啊 What to do 他這裡可以買兩個出一個啊 甚至是 買一個出一個 打一發大地之靈 繼續買呀 沒有道理不買呀 這是免費的 對面25血 這個傷害有點多 嗯 三火就是18加兩寒冰劍 傷害肯定是不夠的 你這裡的話 我覺得已經打不死了 你就是 當對面只有一個大地之靈打的話 你只能幹嘛呢 你只能刁蚊去找炎爆 但是空不了場 空不住這個場啊 好 這把他擊擊了 如果這個回合來的是冰環的話 有機會嗎 沒有 就是法師的傷害已經不夠了 我剛剛在 那回合就已經算了 就是安東尼冰環前一回合 理論上還要打出50點傷害 你必須安東尼要刷足夠多的火球 但他安東尼僅僅刷了一個火球 他後面應該還有個炎爆 這裡繼續買 然後變個臉 變個臉的話 打一發大地之靈 一血破冰就行了 這裡 完全可以 再打一個輕易激獸出來 然後打一發大地之靈 這多回一家 好大地之靈 這已經完全打不動了 繼續埋 繼續埋 現在其實可以不用埋了 這個已經夠多了 就把這個排庫不停的往前 你說排庫要是 就不停的埋 不停的埋 最後他能後到多少 有人去做個試驗嗎 我很好奇啊 好有意思啊 能不能超過30張 肯定是能超過30張 能埋到幾百張嗎 會不會系統爆炸了 他應該上一個血法火衝一下 看有沒有冰環 有冰環的話 就冰環末日 寒冰劍東對面的臉 這應該可以投了 這個傷害完全就是九牛一毛啊 那這樣的話就要火球點點 或者血法火球 然後下回合等一個冰環末日 動臉 然後再接個引爆 這個沒有任何機會 首先他回合數就不夠了 是 變陽掛了吧 嗯 就是變個臉 繼續一血破冰就好了 繼續買 暴風雪末日 動臉 傷害不夠啊 最後一張應該是引爆吧 都說了都傷害早就不夠了 是啊 好是雪 你真的打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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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邊捏著一張 一張變陽 然後嚇一下對手 這張是雕紋藻的一個傷害 他當這張是冰箱也沒有用啊 你已經疲勞了 這張是傷害的話 拚個臉就行了 過了 這張就算是傷害 只可能是一個寒冰箱 可能是零費打出去嗎 最後一張煙爆 如果是寒冰箱的話也差一眼 所以並沒有辦法 好玩 其實我覺得 還是安東尼的火球算少了 我們可以看到打到現在 其實就差一張火球的傷害 嗯 恭喜一下希臘選手 輕易得獲得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其實希臘選手打的也是有益 有幾個小瑕疵的 比如說那個 他的卡組本身是大優對局 而且冰法也沒有打得 打出完美的操作嘛 對 這一局就是自己優勢對局 對手沒有打得特別的亮 所以說放一些小瑕疵的話 也是能獲得比賽勝利的 是 那麼冰法的話就是 他如果找一些打那個雕文 到後面能夠配合大法師 多刷一個火球是吧 都是有機會的 就他就 最后就是差一個火球的傷害嘛 他如果和雕文 能夠找一個低費的 配合安東尼的話 其實蠻好的 好的我們看第二場對局是 戰棋 戰棋 看到我們的Powell 1-1 哎呀我很好奇 這位小夥子長什麼樣 難道是Powell的小兄弟 不是一個是俄羅斯人啊 哎呀遙遠的小兄弟嘛 應該都在歐洲東歐 戰士對陣騎士 那易老師對這兩個職 有什麼看法呢 這個的話我一直覺得 如果戰士的形態是任務戰的話 是戰士優勢 無論騎士是任何形態 都是戰士優勢的 嗯 當然如果它是個海盜戰的話 那就另說了 海盜戰還是得看 就是雙方的排序 對 以我就這麼久 任務戰的經驗來說的話 打騎士的優勢特別特別的大 就全力去快速去做任務 只要完成任務了就 有時候很大 對他就一開始就是掛完了之後 就是全力去做任務 打魚人騎的話 亂鬥或者說 食屍鬼 魚屍網坡 旋風掌魚屍網坡 可以把魚人騎前期就打崩 嗯 然後你打一個 奶騎或者中速騎的話 你可以靠前期做任務 就算對面否定很多的話 你如果任務做得夠快的話 你的傷害還是非常出現 是 所以說任務戰的話打騎士 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去 做任務 對 那騎手什麼啊 314啊 騎手是314 小腹子 這兩張牌是必留的 嗯 小腹子不管 不管是什麼形態吧 因為這個是不攻不卡組的 肯定都是得留的 就314肯定是留的 嗯 這套牌就任務戰打騎士有點類似什麼的 就是任務戰打一個戰士 就算知道對面是海盜 就是海盜戰的話 我也可以直接起手留任務 因為我的卡組優勢非常的大 對我有非常多的AOE 還有很多牆 如果你不巧 剛好也是一個任務戰 我如果起手不留任務 我就很虧了 我起手不做任務 就非常虧了 是 同樣的道理任務戰 只要這個戰士是個任務戰的話 肯定他的思路是做任務 嗯 因為魚死網坡啊 亂鬥這些 就隨之而來在中期大部分時候都能摸到 好 比賽的話應該是馬上就要開始了 剛才那一局的話 希臘選手 應該是和小夥伴們討論的 是比較久的 出牌就稍微慢一些 你是洛克選手 出牌還可以 出牌速度還行 還好吧 其實雙方選手都是一個五五開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團隊賽嘛 就每一回合的話 肯定要討論 要商量清楚嘛 因為這不僅僅是代表個人 更多的是 少有的代表國家的比賽 是 看到這麼多國家的國旗 讓我想到了真正的足球世界杯 足球世界杯 聽說中國足球世界杯 已經在勝敗2030年和2034年的比賽了 2030年葉老師多大了 葉老師的孩子多大了 我孩子都挺大了 2030年 13歲啊 已經上初中了 對呀 哇 不過也就是說我們有生這年 是有機會看到 對吧 我們國族再進世界杯的 因為東道主是可以直接進的 上一次就是 還是02年 對02年 那時候我們都是小學生 但是那個時候還是對足球充滿了期待的 嗯 我記得那個時候就想逃課 然後被老師抓回來 去看世界杯 雖然看不懂 就是想湊個熱鬧 是 因為逃課的人很多嘛 都很有激情嘛 好的 因為這一次世界杯的話 也是線上的一個比賽 就每個國家的時差 然後網絡條件 然後還有就是 比賽場地的情況 可能都不太一樣 所以準備的時間會稍微久一些 我們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這一次的比賽的話 也是第一次出現這樣的一個賽制 嗯 還是挺有意思的 四位選手 每一個選手兩個職業 然後其中有一個選手 是要打S戰 生活還三個職業 就是把盧斯的九個職業的話 都全部是用上了 嗯 就不管打沒打完 至少是選上 是 其實我特別期待就是 是不是什麼 盧斯能出一個新的職業 就現在盧斯也有三年 飛騎嗎 死亡歧視或者武生啊 其實我以前我特別喜歡歪歪卡 你知道嗎 嗯 你想想因為 歧視 招的是報告對不對 嗯 然後呢 我在想的是什麼呢 死亡歧視 召喚一個 死屍鬼 一一 但是當前回合能衝鋒 就是 召喚出來的話 那回合立馬死掉 就有點類似於法師的火充嘛 那火充是打一一 它這個死屍鬼 就召喚出來 它是有衝鋒功能的 一一 然後可以攻擊 然後但是 再回合結束之後 就直接死亡 我當時還歪歪 我說死亡歪歪 就是出這個技能 應該算是又好用 又平衡的一個技能 就相當於是 和其他職業 那武生呢 武生的話 武生這個體系 在魔術世界裡面 它是真氣波 雙資源系統 就能量加上 啊 就是 它的資源體系 和其他的不太一樣 所以武生應該會比較晚出吧 我其實蠻期待 歐斯能再出一兩個職業的 如果新出一個職業的話 相信大家肯定是 不管那個職業的卡組好不好玩 先玩了再說 對啊 先看一下這個職業是個什麼情況吧 嗯 又可以去刷金頭像吧 你的所有職業金頭像都齊了嗎 沒有還差牧師 我也只差牧師 還有幾十勝 我牧師四百多勝吧 我也忘了四百多勝 我也是四百多勝 就牧師這個職業實在是 贏一場 十分鐘 太久了 輸一場 三四回合你就覺得要輸了 嗯 那你贏一場是什麼 我覺得我這局優勢很大 可能打了打著十分鐘之後 我輸了 就跟環牧一樣 對 就牧師這個職業是非常的尷尬的 前期輕一波場 覺得自己要贏了 突然發現沒有手牌了 就打著打著就輸了 所以說我趁著這段時間 撒著牧 對吧 大火的時候 我就組了個牧師 在天梯狂打 勝利如何 勝利還可以 勝利我打下了的話 總體勝利有百分之五十八 也就是還可以的一個勝利 接近百分之六十 傻字幕 那你有沒有考慮去戴四二六的那個嘲諷 我沒有 就是 純粹的 就純粹的 但是我改了一下 因為天梯快攻比較多 戴嚴肅師 我加入一個嚴肅師 就加入一個嚴肅師 來應對部分快攻吧 因為這套牌其實更多的就是 依賴二非三非的一個傻子 那你戴苦痛嗎 我不戴苦痛 苦痛的話完全不如315 其實那套牌更多的講的就是一個糊 是 我糊了 什麼都能打 我不糊 我戴苦痛我去過牌 沒多大億 那我看歐洲選手在這幾天的中國對抗賽當中 都是比較喜歡戴龍牧啊 包括剛才的就是 瑞士 他們也是考慮戴了這種 帶了星火一套的龍牧 好用嗎 牧師蠻好用的 我打HTS的時候 我們戰隊就用的是牧師 這套牧師 這套牧師是什麼呢 他有幾個優勢 就是 他本身是龍體系 他的戰場能力 以及截場能力 要比傳統的強一些 其次的話 因為龍本身身材比較好 你如果帶了一套翻背的話 是有機會去偷對面雞的 因為很多時候 對面看著你 也不願意去撿牧師的怪 因為本身牧師的怪 大部分攻擊都不高 就很多時候就搶你臉 你如果有一套的話 你是可以偷對面雞的 因為本身龍的話 很多都是七血八血 然後你翻個背 一轉換就十多血沒了 雞的往前 對面雞的往前 不算是一整個小的 這套牧師 對面雞的雞的對面 對面雞的雞狞 對面雞的雞狞 我想尊重的是1 , 太残下, 只剩下6 , 只剩下6 , 6 plus Tyrian 有1 , 它是1 , 在16, 雖然有6次 , 那是有優秀的 你偷問 , 牌點的 We can check out my Murloc friend Yeah we told you we'd have him on He's really small to see from this view I don't know if we can get closer I've actually picked a name for him It's Neil He looks like a Neil doesn't he If you just put this like this You can probably tell the difference So yeah I'm just saying I'm on the edge I've been on the edge for years mate I'm on the edge of our seat waiting for this game to start And I think we might have got it going in the end We do apologize for the delay We're just saying Ah there we go we can start Sorry about the delay team It's gonna be Cebu vs Pavel The Warrior on the Paladin The Pirates on the Holy Murlocs With a Kodo I didn't understand any of those words OK 好的 我們看到他們的卡組應該是 海盜戰對陣中樹棋 中樹棋 海盜戰的棋子還是蠻不錯的 只要把奧金斧換了就行了 是 這邊騎手也還可以 有一個二費 有一個石球防禦者 其實還是主要看吧 能不能擋住海盜戰最強的中期那一波 如果說你的牆 或者說你的牌能夠把對面擋住的話 是可以靠後期的牆去翻的 如果你中期那一波擋不住的話 或者失血過多的話 很可能會被海盜戰帶著 這個牌應該算是海盜戰非常喜歡的一個牌了 奧金斧一話美滋滋 只要不來怕騎士 哇還有升級 看一下一費騎士有沒有魚了 沒有沒有就尷尬了 這雷話直接飛吧玻璃 其實要想一想這一局的思路 大局觀是什麼樣的 我要中期要做哪些事情 如果對面是一個任務防禦的話 我該怎麼考慮 好這邊直接一費 直接玻璃下個硬幣暴亂 再上個暴亂 這個騎士擋不住 他要硬幣武器 裝一下 硬幣升級 這別逗我好不好 這個硬幣是不可能會交的 哇這個假動作做的真是讓人有點小 就假動作做的我都開始懷疑他了 說怎麼可能會這麼打 那就還是水文學家吧 水文學家 其實水文學家和223的話都是區別不大的 因為對面都可以給你換了 區別就在於223的話 223對面要再賣一個水寵嗎 要不就換刀 但是換刀的話 根據他手牌有兩張暴亂的話 應該不會那麼大 這裡應該直接就硬幣上暴亂 然後全給你換了 下回我可以 如果你上314我武器升級 然後暴亂踢臉 對吧 我覺得節奏很好啊 這邊的戰士 這回合是可以先把這個英明打出來了 他也可以幹嘛這回合換刀 然後暴亂晚一回合 但是我覺得暴亂這種牌肯定是早上的 因為他是嗜血 嗜血的話 你越晚上吃真銀身間就越傷 這裡上暴亂怕什麼呢 怕一手奧爾多 但是奧爾多真的不怕 為什麼 因為你手上是有小斧子的 這個暴亂可以繼續成長起來 是 硬幣暴亂 這邊的話 如果摸不到奧爾多的話 只能上一個十九防禦者了 嗯 十九防禦者直接被武器節升級 你崩了 好崩 一腳七攻的暴亂就能踢臉了 好八攻 如果上十九防禦者的話就八攻了 有沒有神獸 並沒有 哇 那這個暴亂是可以踢兩腳 他這裡肯定上十九防禦者 就感覺他能擋一擋嗎 好這裡剛好可以選擇恐怖海盜 對 就沒有別的選 配合陣營神劍美之之 剛好零費出很好 武器升級 下火暴亂就哈哈 起飛了 是 就很多時候 海盜在能打贏任務防戰 就是靠暴亂去打輸出的 嗯 因為暴亂 尤其是後手 你是可以上兩個的 對 後手可以硬幣出 然後可以在你四分之前踢一腳 對面手上是沒有奧爾多的 就算對面拿陣營聖劍 意味著這個暴亂踢了十八 踢了十六血 這個手牌太棒了吧 這還用猶豫嗎 他不會再想升級哈哈過牆 然後暴亂踢臉 你這樣太拖自己節奏了 是的 你先把刀成長起來 對吧 把攻暴亂 你下回合哈哈拉出帕奇斯 可以給這個暴亂 又可以提供輸出 嗯 帕奇斯已經出了 哦對 真一神劍 接空破海盜 這肯定是要砍的 哇 這就是暴亂 下一回合 他直接哈哈再加上暴亂 不上嗎 這沒道理不上吧 他會不會再考慮配合 就是水門學家找一張那個 擋刀的時候他再上 這樣的話可以打一個攻擊 這裡可以庫卡龍 庫卡龍衝了 你上暴亂的話是直接一刀砍了 這個暴亂只是兩攻 庫卡龍你打過去的話再一刀砍八血 是的 不要猶豫了 庫卡龍衝完的話 你下回合五費可以升級 哈哈再接暴亂 這八血砍過去的話 下回合還能成長成奧金斧 不管怎麼樣嘛 這個戰士優勢太大了 隨便怎麼打都能贏了我感覺 恐怖海盗先丢上去 找到水文学家 先水文学家找吧 然后再考虑到底是上城管 还是说有别的选择 这里倾向肯定是倾向领军加上水文学家 因为下回要进化鱼去找嘲讽去找各种东西 救赎 战术撤离是来不及的只能选救赎的 救赎不错 这边领军 凯迦暴乱三个领军 下一回的话在救赎吗 应该要挂吧 要不然他不敢挂 那你下回要的话 你的进化只能进化到一个鱼 库卡龙 暂时在考虑是不是挡刀的问题 按这里的话就算对面是挡刀的话 也是用库卡龙先打的 库卡龙先打 这里用库卡龙去撞三三 如果对面是战术撤离或者救赎对不对 救赎的话我就二一过掉 然后武器砍你 因为手上是有奥金斧的 这里挡到你也是用库卡龙先撞 用脸撞呢 用脸撞的话也行 是不是用脸撞稍微好一点 因为如果是救赎的话可以拿二一去送 可以跑一个十三 升级 库卡龙 看这个摸什么了 能不能用自走炮 没有 那就进化 嘲讽是唯一能获胜的机会 有没有嘲讽 千辛 No 加攻击 王宇 那海盗战直接把这个鱼轮器砍翻了 那我们这边可以恭喜一下希腊选手 再次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目前希腊也是2比0领先 这个海盗战骑手也是非常非常的糊 然后鱼轮骑这一局 他输在哪里 输在一费没有鱼 他如果一费有个一三鱼的话 他二费的十堂猎人的话 再加上三费的节奏是非常好的 是的 琴棋可以换掉很多海盗 对 就一费如果有一个一三鱼的话 是非常非常强的 在鱼轮骑体系里面 是的 但是面对一个胡成这样的海盗战 也是没有任何办法了 那海盗战打快攻鱼轮骑呢 其实也是要看鱼轮骑的骑手 就看鱼轮骑一费有没有随从 先手的鱼轮骑一费一定要有随从 只要鱼轮骑站住了场 海盗战是没有机会 但是你站不住场 那就是海盗战的天下了 就对一费两费的节奏 是非常非常依赖的 那这边海盗战骑手也是非常的好的 对啊 你想想一个海盗战骑手只要换一张牌 他的骑手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主要是这两个暴乱 就是给他提供了沉顿的输出 对 第一个暴乱 直接提供了16点伤害 好 选择的是法师对着牧师啊 这个牧师的话 如果说这一局拿不下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3比0被能带走了 那现在的牧师的话 根本不怕兵法 因为兵法不再像以前那样 可以高血量斩杀了 但没有大地之后的话 兵法的伤害一定是分段的 分段的话牧师是一定能奶回来的 用雁辉牧师 就算是现在的龙牧 依朗是带双雁辉牧师的 在没有436龙的情况下 是用雁辉牧师去替代的 如果是撒之木的话 那就看你前期糊不糊了 是 和对手关系不大 如果稍微糊一点 基本上可能梁辉会就可以把冰箱打出来 对 那感觉法师应该还是节奏法更加 就是受寻手青睐一些 对 因为节奏法更万金有点 你兵法其实不再像以前 兵法是以前打快攻非常优的一套牌 但是现在兵法打快攻 不优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鱼人骑的节奏太快了 是 就你兵法还在过牌的时候 对面 兵法莫瑞斯5费 他有可能4费直接让你原地爆炸了 然后包括海盗战也依然是这样的 这是为什么现在兵法在比赛中 越来越被人抛弃了 节奏法就不一样了 节奏法前期有法利福隆 然后有火山药水 包括一些七七八八的小捕虫 前期可以给你做一些简单的交换 而且中期 红红龙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都是一张很好的牌 麦迪温也是一张能创造奇迹的牌 这一局对阵的话 更多的是取决于牧师的形态 牧师的形态会取决于这一局比赛的走向了 法师应该是吃点亏的 当然了我们也特别期待的就是选手能够拿出以我们平时见不到的卡组 这种是我比较期待的 什么样的法师会进不到 其实法师好像 法师有很多 比如说他拿出一个任务法 任务法 对不对 任务法也是 任务法就是在春季下的时候 乐了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就没有了 大家突然觉得这个做任务实在是有点慢 要不就是在做任务的过程当中被打死了 要不然就是任务做完没有节奏 这是一套节奏法 这是一套龙牧 嗯 节奏法打龙牧的话 应该是一个小猎对决 牧师的起手是非常好的 是的 法师的话 调文是留的 他在考虑的是留不留羊 因为如果对面是一个撒之木的话 羊的作用就非常关键了 所以他在考虑留不留羊的问题 那牧师这边考虑只是把面换掉 身上都可以留 对 大概那个新火 大概法师唯一的考虑就是羊的问题了 或者他可以拼一点群话去找法利龙 法利龙是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才需要有梦想吧 毕竟你是一个烈士队局的 那我就去找梦想去 他也不知道这个牧师的形态 哇 他全 留了一个羊 留了一个羊 因为他怕对面是一个撒之木 看有没有法利福龙了 预宝点不错 看一下能不能给个宝典啊 刁文 冰箱 冰箱 在这个队局中不是特别有意义 因为我个人更喜欢起手留刁文 因为现在的情况是 你很有可能是二费刁文 如果能找来一个宝典的话 三费直接开宝典 也是非常有压制力的 是 恐过 看一下二费 那就直接火冲了 下回合 按机叫信使 假装一下 我拿的那张牌是一张能出的牌 这年头我其实觉得牌手 作为一个职业牌手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不轻易的去点自己的牌 就很多时候你拿这张牌去点对面 你张牌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小 那直接找 找一个龙 红龙是比较受到青睐的 这里可以选择目光右龙 他可以硬币目光右龙 再上一个目光右龙 两连拍 当然了 我这里是不倾向于拿苏剑龙的 拿苏剑龙的话 你是非常依赖后面能够后续摸到龙 死神右龙太慢了 你这里连续两个目光右龙 可以给对面很大的压力 你对面打了玉宝点了 他不是一个拼法 是一个节奏法 死神右龙的话呢 太慢太慢 对太慢 但是他作为一个四八的强的话 还是很厉害的 可以挡住法师的生物伤害 谈寻着拿龙光龙 那这边应该是两个按键叫姓氏 请出一个 三方 选内方 哦 拿了一个这个 五面召唤者 五面召唤者 之前有段时间在竞技场也是非常火 是一个节奏非常好的生物 因为他有机会直接找出莫克拉 莫克拉然后精神都是很不错的消费生物 这里直接音频目光又聋了 是 must consider 嗯 嗯 嗯 他在考虑再忍一手吗 不舍得招是个硬币 嗯 我觉得这里硬币木光龙啊 你连拍两个木光龙节奏多好 嗯 嗯 嗯 而且硬婚物是已经在手了 嗯 哪一口 哪一口 他可能是觉得硬币留给烟灰牧师来回血吧 是的 那这边其实给法师的节奏非常的舒服 那第二个信息 哇 这三张 呃 这三张 你拿光照元素吗 还是拿光照元素 拿光照元素 他他是 光照元素 光照元素其实不怎么强 这里肯定是 光照元素和交友二选一了 交友为选他的原因是他是一个无废的节奏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 但是 一期的身材实在是有点差 那对于对手来说这个身材还不错 不光有了 可以 这个密太莱包来的很好 那其他上回合硬币木光有了这回合 但是下回合的话密太莱包偷不到牌啊 必须得来龙才行 嗯 先拿自己排库里的 呃 药水 因为 就不考虑第二个 他下回合密太莱包吗 是的 把他当做一个龙总 我要切 你选了这样牌不就是为了五费打出去吗 羊是肯定不交的 等你对手造一个大的生物的时候我再去交 你上个墙啊首先这个墙是挡住的 就算对面有翻倍偷击的话也要考虑这个墙的问题 对不对 当然他现在又怕我上这个517 对面 不对啊 这个东西都吃不了痛的呀 哎 他先扬掉 妈咪差来吧 想去哪点 那咪差来吧 麦迪文 过牌麦迪文还是拿麦迪文 肯定是麦迪文啊 这会不会打隐私数呢 这个位置摆得也很好 看一下希腊选手怎么抉择了 1加5 那你这回上这张牌 他还不如上 但是无灭盘山者的话又会被 5-6-8吃 我觉得这回肯定是上无灭盘山者 是 上一回还不如出那个 撞掉撞掉 撞掉撞掉吧 然后给米糖来包加血 吃掉哪一颗 这要拍截到法 嗯 哪一颗还是六血 对啊 这里没必要打龙西吧 他应该不会打的 嗯 嗯 相当于对面法师 出了一张生物 他打一个龙西 太亏了 这让龙西更多应该是在对面 麦迪文铺场之后的法师 这回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压人家买一口就够了 还没见 这回可以法力福龙奥数智慧挂个冰箱 也可以打个隐石树 你也可以三个教育 教育爬行者 所以他其实舞废的时候早下这个生物不是很好吗 嗯 想法不一样吧 可能他有自己的想法 这张东西既不吃痛也不吃面 对啊 这是一个四公爹 很厉害 嗯 那牧师的选择 要不就生换 然后要不就换一个打龙西 还有一种特别 内阁的方法 就变成七公 打个灭是吧 是 我就直接跟他换了就行了 换了这三个目光又龙嘛 下回麦迪文 你这个 别乱点 万一手都把龙西点出去了 就很尴尬吧 我想问易老师一个问题 这里打了星火给对面这个四七 他是几公 是七公的话呢 还是十公 是十公 不光又龙 换还是不换 不换 那就不动 这边陨石树的话是只能解 只能可以可以火松点一个给对面留个目光又龙 好像还不错 嗯 如果法师命令的一个情况是 我现在解场的话 下回合这边牧师又压一个七七 嗯 他要打法力龙饮食术 然后用一七去解掉这个鸭人 他是多占一个随从 嗯 但是占一个随从 这个墙 就保不了了 嗯 他就过伤害 因为手上有红龙 是 过伤害过刁文 麦迪温也来了 鸭虾 那就是想着下回合要喷过龙了 就 往对面先偷个鸡嘛 是 这回合是可以考虑打龙溪的 用三四撞掉对面四七打一发龙溪 如果怕法反的话 可以先暗影世界找一下 一般都不会默认这张牌是法反的 对 节奏法一般来说 除了那种奥秘法会带什么法反扰咒之外 这套很原始的节奏法的话 还是就是带冰箱和冰甲 他可以先打暗影世界去找一个生命翻倍 嗯 因为这回合剃完之后下回合翻倍 然后星火直接把对面冰箱破了 是 这回合是大龙溪最好的机会了 没有必要去说等着对面卖敌文 因为对面已经很难再去卖敌文 抢势去烦你的场了 对 怎么原定计划红龙喷 手上有六点伤害 这红龙是喷不出去的 这里更多的情况 他甚至这里打麦迪文都比打红龙要好 是 麦迪文的话堵对面破不了你的兵 下回合打陨石树 寒冰箱强势去反场 是 站住场了再喷红龙 因为对面刚打了一个龙溪药水嘛 这回合一定是麦迪文比红龙强的 是 你手上连烟爆都没有 喷红龙是没有道理的 OK so kind of you to join me 这里上 光照元素 上光照元素去找一个翻倍就行了 I wonder 他会不会还想着就是防一波红龙喷过来 没必要 你光照元素去打一张就行了 就算对面红龙喷你 你手上也还是有法术回血的 是 这回合灭是要打的嘛 我觉得上光照元素 光照元素的话 你这回合去找一个生命翻倍 或者盾 直接破冰啊 他这样打的话 就很尴尬了 这应该是完全没有想好这回合要怎么办吧 那 那是不是可以 这里红龙喷了 这里一定是红龙喷的 奇奇打脸了 奇奇打脸了 上面还有第二发冰箱 哇 这是给机会了 但其实这个叫什么 射陷阱 哈哈哈 就如果特别红龙喷了 光照元素家燕灰慕斯 直接劝退了 然后厂商厂工坏一下 这里这回合考虑一下吧 打陨石树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这里我的建议是什么哈 麦迪文加上脸去撞掉这个48 陨石树 加上麦迪文的蒲虫 接上火虫解掉对面的麦迪文 一定要去迈出这脸去补刀的 你这回合是全清 场上占一个6费的水虫 再加上一个223 还有一个残血的7 红龙喷就完全进入对面陷阱了 好了 那劝退了 其实刚刚上麦迪文真的给了法师机会 法师打得有点心急了 直接劝退了 掩灰慕斯 装造元素 灭 这已经打不死了 这个灰旋能力太强了 我7-7撞掉对面的7-7吧 因为你能一血破冰 哇 又找了个面 这里拿哪个都行 这里7-7撞掉对面的7-7 然后破冰 翻倍 这里肯定是拿翻倍了 是的 拿一个盾 是个盾给英慧不失好一点 因为他现在的场弓是肯定足够打伤害的 其实已经劝退对面了 来不来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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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机都行 没有任何机会了 云之树 继续破冰 然后把对面场面解了 奶自己一口就行了 继续破冰 是要不来的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 让人解决 我必須考慮 我這一把法師輸了之後 比分現在是一個2比1 給他一個2比1 然後應該是雙方的第四個選手的增盤了 他這裡可以打個呼拉掛個冰甲 他也是選擇了火充點自己 他也是恭喜一下斯洛發克選手也是搬回了一局 目前也是比分進入到2比1 將會有第四名選手的登場 這場比賽的話 這樣決定會不會有ACE戰出場了 如果打到2比2的話 我們是可以看到ACE戰 那剛才這個節奏法打龍幕的話 易老師覺得他那一手上麦迪文是不是很酷 其實我就覺得就是 牧師他的思路一直是對的 就用我們的話來說大局關是對的 我這樣打 只要他紅龍噴我他一定輸了 但是那一回合他上麦迪文 如果說法師是上帝視角的話 那一回合我清場我自己戰場 你剛打完龍蜥 是機會要比直接噴紅龍大的 當然了在法師的視角肯定覺得 我紅龍噴完一腳踢過去 只要他沒宴會牧師 我肯定能贏 對不對 對 視角肯定是不一樣的 我們是在上帝視角說話的 就是感覺牧師是設了一個陷阱 給法師去鑽 法師也是 哇這是機會 直接就鑽進去了 剛剛我們看到第四個選手 他們的職業是什麼 騎士好像是 斯洛伐克這邊我們看清楚 好像是德魯伊 騎德又是一場騎德戰嗎 嗯 現在清英德我們在比賽中真的是 看的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清英德不像以前那麽靈活了 他的解場能力不像以前那麽靈活 是 包括感覺現在就是清英德 就一點就是虎 他已經 就感覺這個卡組已經變形了 他已經不打空場了是嗎 對就是我就追求極限的虎 在所有人起手都是畫 幹嘛 虎 你虎我要比你更虎 就清英德這個卡組 感覺已經有點變形了 以前還是要考慮一下 什麼烏鴉神像啊 更需 打什麽職業到底留不留 對吧 現在無所謂了 我要找科技 我要找艾雅 我要找激活 對 就是 清英護符 清英綻放 成長 艾雅黑長 這張牌是決定輕易得的上限 是 好 這邊是斯洛伐克的選手 和希臘選手 希臘選手 這個叫Lykea 好 這個名字的話 來是希臘文吧 看不懂 這邊是Nature Lot 感覺你也是見多思廣啊 什麼單次都能讀得出來 你英語幾級啊 專業八級 可以的 有點厲害啊 清清 全部還給老師了 已經 像我這種四級選手 早就還給老師了 自從打了盧石 就是已經沉迷於盧石不可自拔 好 雙方選手的一個介紹 介紹的是這兩個選手他們獲得的一些成績 嗯 我看到了好像她說的是這個就是那個希臘語的意思 是International就是國際化的意思 好像是 我不知道那一輪是怎麼發音的 那邊發音寫的是BOSS 好 果然是騎士對陣德鲁伊 是的 騎士對陣德鲁伊 這一局看一下騎士的形態 如果騎士是一個偏快的愚人級的話 德鲁伊如果還是清雲德的話 還有可能就被騎士在前進就衝死了 所以說其實是越快越好打德鲁伊 對 打德就是越快也好嘛 海盜戰打得非常的好打 就是因為他特別的快 德鲁伊感覺還沒有做什麼事情 就已經只剩一點點血量了 雙方現在也是在調試吧 是 清清覺得野獸的這套牌它的上限高不高 它應該是目前版本最快的這套卡組 它快起來比海盜戰還快 因為它 一費它可以激活上怪 二費再鋪一波 三費就能咆哮帶你飛了 然後如果被解一波這些小生物的話 五費再丟一個活體法律 還能把 對 它的上限是極其高的 而且活體法律這個東西 你解也不是 不解也不是 對吧 你如果稍微解 如果常供貨的時候 換一個角度說 自然自利五費招三個素人 它是五費招五個 五個素人 你就知道它有多操模 而且它是說六費能招六個 七費能招七個 是 我等到後面我還可以變個臉 對吧 你還我的水晶的話 我接下來可以去打咆哮 對 打buff 非常難受的一套牌 這東西就是站住場面了 然後如果對手有場攻 跟我換的話 換一到兩個 換一個的話 我可以選擇野心之力 加一加一 換兩個的話 我可以打咆哮 如果一個不換的話 我還可以神抽 這個玉蓮印記 對 畢竟是一套靠狐來對陣的卡組 其實最主要快功德的話 就這個版本 很多人會選擇去戴588 然後現在的話 大家發現588都不需要 我這套牌其實只需要火停法力 按時 588其實它贏的是什麼呢 就是激活上588是非常厲害的 是的 但是你激活上588 你現在大家都覺得 我不如直接一費就激活上了一個 山上龍 就出龍 非常的厲害 因為激活上的話 基本上對面解不掉 踢一腳出個風怒 起飛 再踢一腳加一口血 哇 那根本解不掉 然後還有加一加一啊 聖盾啊 潛行啊 這張牌也是上限非常高的一張牌 嗯 現在騎士的卡組感覺都已經是越來越明朗了 從一開始春季賽的所有的人都是拿著奶騎 慢速的就奶騎 到現在越來越往魚人方向靠 就一開始騎士在版本出的時候 就兩個極端 一個是特別特別慢的奶騎 一個是特別快的那種純魚人騎 然後打到現在 一個多月沉淀下來 已經是大家都往中間再靠 就是奶騎體系外掛魚人或者魚人體系外掛防禦心牌 感覺現在騎士 我覺得現在這個版本最厲害的其實還是魚人騎 因為它是那種就是 技能打慢速職業 然後你跟快攻的話也有抗性 因為它畢竟還有挺多控場牌 比如說鳳獻啊大寶劍啊這樣的牌 包括石球防禦者也能找佛丁 然後甚至還有在快攻中非常有用的一張牌 光螺絲以及自走炮 嗯 因為騎士它是有很多生物很超多的 好的 比賽開始了 野獸德對陣魚人騎 哇兩塊 哇這個的話 如果他帶魚人殺手蟹的話可以全換 對 還是留一張激活留一個火雨精靈 激活火雨精靈留吧 換兩張 對 這邊的話騎士應該是只留一個魚的造炮者 嗯 其實激活一張應該就夠了 對 很多的野獸德體系就只有一張激活 是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到後面去摸一個激活的話會很悲劇 好的我們看上面的話也是選擇三張都留 那就是等一手夢想嘛 來一個二費魚 或者來一個領軍 再操作張牌的話 再來一個一張都可以 我覺得新手留一張就好了 是的 因為 後手你留兩個了 可以一幾手對吧 看看德魯伊能不能胡 哇 沒有野獸 沒有野獸也還行嘛 嗯 一飛兩個 好笑不是特別好 一飛上兩個 一飛上兩個的話 肯定會被吃掉一個 在下午後的話 如果來個預連印記 可以buff起來 再吃到對面 嗯 嗯 嗯 他難道想一飛上四個嗎 也不是不行 你只有一個攻擊頻率 但是我有四個攻擊頻率 你可以白吃我一個下面我邊個臉再解掉你 這裡肯定是 先打一個火尾精靈 在 硬幣上不上可以考慮 嗯 他決定 印記給帕奇斯 去解嗎 變臉 欸 啊這時候打的也是非常的有創意 其實我覺得這個變臉還不如印記貼給帕奇斯 對 掃過一張牌就掃過一張牌 先佔一個生物 對啊 因為你看到這個魚人招嘲者 已經知道他是一個快攻擊了 那場面肯定是很重要的 那這邊 再下一個吧 你已經交過激活硬幣了 所以德魯伊前期的生物質量其實是很低的 如果沒有buff的話 一直是在虧 虧牌去結場 其實這 騎士現在這回合這麼尷尬 其實他一定就 他對這套騎士的理解不夠深 對 他其實一飛如果只有一張一飛 他一飛有隨從的話 怎麼樣都該去找二飛的牌的 對 現在你說你留著這個 上去 去幹嘛呢 如果是後手這麼留兩個一飛是沒什麼問題的 對 你說你這裡搖個報告和上一個一二沒有任何區別 有區別可以比對手變一個臉 對面不會變臉 對面會用兩個一二去換你啊 一個來一個去 那直接 再上 再上兩個一飛 嗯 下回我跑笑先打一套再說 是 下回還有神抽buff的機會 對 防一手奉獻 嗯 這裡 我的建議是上兩個下回先開炮再說 這個炮笑的話是12點傷害啊 嗯 選擇變臉 變臉 變臉的話其實 非常非常大節奏 非常非常大節奏 呃兩個奧耳耳朵其實對吧也是可以裸 他手上有兩個的完全可以裸丟一個 殺傷線 上不去要吃自己海盗 對吃自己海盗 還不如上回頭打出去 就算對面有封線你還是要打吧 這樣打了的話對面打了封線你可以有一張神抽 火體水晶的機會 好對面還是沒有打出空 你大概選擇 一加 一加二吧 因為這個是一個三三 是 他buff完之後是一個三三 這肯定要比裸上一個 什麼一二加一個報告好多了 對也比裸 第二個二多的話可以留在可能存在的多頭蛇 你直接裸上一個四五四恐龍的話有點蠢 你相當於上了是一個三三加二三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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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I wonder Follow the rule 啊 她是帶分解體系的 嗯 這裡鱼人沖風然後被臉在接他 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 它这个微软的话 就是想着去留给人家的大宝剑 拉叉叉是变个脸吧 对面有风险 肯定是已经打风险了 是 咆哮的话 也不是特别好 咆哮得送一个生物 它无非打咆哮可以接受 因为可以变个脸 就去把这个3-3给解了 要开跑吗 开跑的话不太好吧 是 那还是冲锋解了吧 他有可能走脸 他觉得对面没有奉献 他这么打的话是准备下回会开跑吗 好 打得很凶 告诉你我下回要跑笑 看能不能神兽奉献了 奉献直接打崩 打宝剑 那直接替真银伸剑了 也不错 这斯洛帕克群是要很气 我刚把这个微软留在手里面这么久 就为了等你个大宝剑 竟然还神兽了 这里的话一一二鱼皆把真银伸剑了 是 然后轻掉对面两个随从 那下回开跑是能打12把他打到10血 10血这边哪两点是12 开跑之后很有可能要后继发力了 需要非常依赖神仇了 嗯 他其实来狐踢法力还不错的 因为对手是一直没有奉献 就算神兽一手奉献清淡净之后还是一再打 对 开掉蓝三 吃掉一个海盗 这个鱼是要上的 是 你吸收伤害也是好的 对 看一下能不能用 活体水晶 鱼人杀手蟹 那直接吃掉开跑啊 你看到他起手流了两个一匹鱼人第二个竟然到了我们费才丢出去 他这里开跑可以解把对面场面全清 嗯 然后同时可以打出九点伤害到对面的脸上 是 呃他这样打的话应该是还是想摊一手 他想吃一个更大的鱼 更大的鱼 这样会不会他卡节奏呢 一直对手没有奉献的情况下 那直接上一个鱼进化了 嗯 上个鱼进化 这要是进化出个潜行或者网语 下回来出一个馆长 对啊 我感觉要翻了 就其实骑士的这个手把 他下完馆长之后是什么呢 奉献龙 有奉献龙 你摸到活体水晶的话都是没有用的了 是 不过他这一套有可能不带奉献龙啊 他有可能带的是科多 他想过的是呃这个进化龙科多和鱼人 因为它毕竟是偏快的一套鱼人旗 这里没必要看海盗吧 进化 潜行和网语最尴尬 沉盾 沉盾和摩冕 现在一个沉盾直接被吃 这回合是摸活体水晴最好的机会 那就是all in 其实真的不应该打海盗的 现在这套德鲁鱼大家都知道的 杀手蟹 杀手蟹和鱼人杀 就是各种鱼人杀手蟹 都会选择带一张或者到两张 all in吧 all in了被轻一波 还有七个二数人的机会 这里应该是五十吃掉三三上一个馆长了 这张牌不是奉献就应该是这么打的 科多 科多没有用 那他这个还能过一个进化 进化鱼 有没有龙 好有龙 哇真的带 蓝塞 三四五 编个脸 一二三四五 全家老小过这个 哇 然后 然后 你要吃一波 找脸 这个德鲁鱼的话 现在摸 火体史已经都非常难了 这里应该是先上科多了 死去防御者 直接防御者接科多了 科多差哪个都行 这张龙肯定是留给对面的火体水晶的 拿五三六 五三六的墙比较后 当然这里可以直接上五三六 万一对面神兽什么飞火流星 你再磕多踩都行 有点激 来的太晚了 这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因为你现在德鲁伊印卡都已经印不赢对面了 对面说随便你从牌骨拿 我都已经能打赢你了 我都已经能打赢你了 我看 血脑行手也是 就已经开始 很开心了 这局确实德鲁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这局确实德鲁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因为很简单 对面的馆长是过了三张牌的 不可能没有死神幼龙的 这里拿个救赎吧 当然其实这里我是德鲁伊的话 我这个玉莲印记是不会打的 我会在匿迹中求机会 因为你如果摸到玉莲 摸下一张是活地水晶的话 你可以活地水晶接 玉莲印记一起打 可以防他的死神幼龙 这里你德鲁伊如果真的想赢的话 是这个玉莲印记是怎么都不该打的 他是选择拿撤离 其实这个地方选择拿特殊也不错 什么都行 是 这磕头上去往上一丢就赢了 他 他还是这句话 科多要等对面的飞火流星 那手里面有两张牌 一张死神幼龙等你的活地法力 一张科多等你的分解 好 应该是要选择投降了 那我们恭喜一下希腊选手也是3比1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是 给了一个飞吻 希腊选手应该是在一起的 他们的背景都是那个绿色的布 应该是在一起讨论着商量打的 是 那斯路法国选手这边的话呢 也是比较可惜啊 1-3 败了 这个 其实我觉得他自己打的问题特别大 他起手的话 直接 上一个论崇型 你二费直接是 肯定是铺开的 三费直接开把往上打了 是 他的优势是那么大的 一个 一个都不知道怎么输的对局被他打输了 就 其实希腊选手这边其实留牌也不是特别好 对吧 已经给了机会了 他上了一个一二鱼对不对 你这边的选择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冲帕奇斯去解场 对不对 你冲帕奇斯贴个亚莎奇印记 每次之 你上四个每次之 你 我觉得他就是 选了一个最差的结果 老师 不是说 一回合是这样 我感觉他是每回合选了一个最差的结果在那打 然后这局的话也是非常的可惜吧 没有打到我们的S站 当然 恭喜一下希腊选手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也是为他们 拿到了非常宝贵的一点积分 是的